欢迎收听东林法音之欲害回狂 今天这故事啊 名字叫做梁氏转世 话说有于梁氏啊 是临川人 嫁到王家才几个月 就遇到援兵的入侵 梁氏对丈夫说 我一定会死在战乱之中 如果你想再娶 记得告诉我一声 说完没多久 夫妻俩一起被援军抓住 其中有一个军签户相中了梁氏 想纳他为妻 梁氏就对他说 我和丈夫一起被抓来 让我侍奉两位夫君 于情于理都不合适 请您放了我丈夫 然后我才能顺从您 千户便答应了他 放走了他的丈夫 梁氏估计丈夫走远了 士兵再也追不上他了 便不顺从千户对他怒骂 最终让千户恼羞成怒 杀了梁氏 过了几年啊 他的丈夫想再娶妻 介绍了他几位都不满意 因此他便祷告前妻 夜里他梦到前妻对他说 我死后投生到了某室的家里 以后我还愿意做你的妻子 第二天 丈夫派梅人带着聘礼 前往那户人家 和户主一说呢 就同意了 梅人询问女子的出生日期 与前妻死去的年月日正好符合 吕坤说呀 梁氏为保全丈夫的性命 用智慧巧妙周旋 面临危险的境地 却从不迷惑 从一而终的真操 经过再次投生 依然不改变 世上有些妇人 表面上侍奉一位丈夫 却内怀二心 这些妇人呢 应当读一读梁氏的事迹 本集故事出自规范